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揭开增强肌肉的秘密 很多人年纪大都有可能会跌倒 除了是西药的副作用之外 都可能是肌肉退化 有时老人家跌倒就很容易断骨 又要住院甚至乎可能要坐轮椅 生活质素会大大降低了 究竟是否做运动会有帮助增强肌肉呢? 但又有些人做运动都不长肌肉 那会不会有些什么 好像大力菜 大力水手吃的大力菜 可以增强肌肉 增加我们的能量呢? 当然大家都认识大力水手 Popeye 和女朋友Olive 大力水手的女朋友 一旦有遇难 大力水手要帮她 你知道大力水手的个子不是很大 但她会遇到一个很巨型的 黑黑白白的人 她就会立刻开一罐菠菜 肌肉很强 那在我们现实上 其实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呢? 是否一定要我们去健身做运动 你知道吧 也有的 因为我自己也在会所里面去做健身 我也看到有些年纪大的人在做 那很明显 我不知道她做得多不多 但她真的肌肉是没什么的 她可能做得不够 但是看到 盈纪大的人 她的肌肉始终很松弛那种感觉 那当然也有些年轻的人 肌肉很大很大的 那好了 那就是做运动呢 当然是一个方法 我相信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发现呢 其实呢 做运动的增加肌肉呢 是不如饮食和营养 某种的特别的营养 帮助你增进的 比如很多人的腹肌 我说腹肌 那整天做息一样 其实做的都没用的 那反而呢 你吃一些的营养的工具呢 令到你的腹肌是显现出来的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腹肌 是只不过呢 腹部的脂肪被盖了 所以你慢着吃 你不瘦是没用的 如果你能够瘦了先 将腹部的脂肪消除了之后呢 那你本身的腹肌其实都能看得到的 所以达尘这个目的,其实运动是没什么用的 有些人做的也是没用的 反而有些特别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 我同一讲,肌肉是很重要的 当一个人达到中年的时候 肌肉就像牛油在锅铲上一直溶着 大概在50岁左右 我们开始每年流失大概1%的肌肉 当你年纪一路大一点 你消耗流失得更加快 当然,肌肉流失的时候 你的体力和力度也会减少 所以有时候,人们会觉得很软弱 好像没什么力量 每一个年纪大的长者 都是在跟肌肉流失抗衡 有一种症状,我们叫做Sarcopenia 一个学名,Sarcopenia 即是肌肉流失减少 这是一种医学的名字 我已经提到大家说过 最大的肌肉流失,肌肉药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是受伤 很多时候跌倒的受伤 但是受伤之后,令到有些老人家坐轮椅 自此就跌起了 因为断了骨 因为受伤,撞断了 宽关节,坐轮椅 也有很多人因为受伤 就躺藏 出现血泉的问题 然后就死亡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是营养的补充方法 是帮助我们的 那我们当然要吃蛋白质 一个最好的蛋白质 是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营养 但是最重要是 要吃一些对的蛋白质 和对的分量 就是不要什么蛋白质 都可以用得到的 那最近 在那个 政府就开始有种建议 对那些年纪大的长者 建议那个蛋白质的进食量 那我们发现 政府建议那个蛋白质 其实是不够的 这应该是double它的 最重要的 那还有呢 有时候 我们那些人去买那些 所谓那些蛋白粉 那些shake 是不是 和很多些protein bar 这样的 但是这些其实很多时候 都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呢 很多这些这样的protein bar 是由黄豆制造出来的 其实黄豆是 是不会帮助你的肌肉 反而呢 是会令到你的肌肉 是更加流失的 好了 那有些什么食物呢 是很重要的 第一 就是dairy 牛乳类的食物 一杯的新鲜牛奶 差不多是非常之好的 那当然呢 牛奶本身的其他问题 我们不在这里提及 有些人对牛奶敏感 还有牛奶里面有其他的问题 很多荷尔蒙 生长荷尔蒙 很多菌 就是我们说一个正常的 新鲜的有机农场种植 做出牛奶 其实是很好的 那为什么呢 他们的最近研究发现 很上演的 发现 天然的牛奶的蛋白质 是可以活化我们一种的 我们的捕鲜动物的一种的物质 我们叫做Rapamycin Rapamycin Rapamycin 或是MTOR MTOR 这种的身体物质 简单来说 这些东西 令到你的身体 吸收了所有的蛋白质 加强氨基酸的浓度是帮助增长和康复的 身体是需要这种MTOR的帮助 而牛奶和药物的成分可以推出 同样的研究发现,如果用黄豆的蛋白质和MTOR是格格不入 所以如果有些人想喝多些豆浆是否可以增加肌肉呢? 其实是没有这个效果的 其实你真的需要用一个有机牛奶 如果可以用这个方法的话 第二个工具是鸡蛋 我们身体的肌肉是需要动物的蛋白质 还有什么蛋白质?最重要是胆固顺 有些人说我不能吃鸡蛋,要胆固顺 在我们节目之前也提及了 其实胆固顺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增加,要加强它 这些胆固顺过去被人扰魔化 但是当你的胆固顺一路低的时候 你就差不多像鸡蛋壳那样脆弱 近2008年有一个研究发现 是有一个直接的胆固顺 和老长者的力度的关系 他发现那些人的胆固顺越高 那些人的胆固顺越高 那些人的胆固顺越强 那些人的胆固顺越低 那些人的胆固顺越弱 当然大部分的动物的脂肪 都是有很多增强肌肉的胆固顺 但是那个鸡蛋似乎是最独特的 因为它有一个很平衡的蛋白质 脂肪和胆固顺 尤其是当你是一个熟熟的鸡蛋 那是很容易攀带的 去到哪里你都可以用的 所以很多小朋友 当是一种大部分的食物方面 其实一个80蛋其实是很好的 对于10元仔 好了 另外第三样东西就是鱼油 那你生子当然需要蛋白质和蛋糕醇 那它也都需要脂肪的 尤其是亚米三的脂肪酸在鱼油里面 那在一个研究 是刚刚出路没多久了 那发现如果六个月的鱼油的进食 可以增加肌肉的体积 那如果我们用大腿来做 那它可以是增加3.6% 那大部分肌肉当然是需要脂肪度 那所以那些长者如果是吃多些鱼油 它有4%的机会是改善了的 就是增加了4% 在一个上身下身的肌肉也好 那但是呢 还有一样东西 你就不需要去吃那些很贵的那些 那些所谓的药厂制造的鱼油 那在一个2012年的研究 那些是老年纪的女士来做 它发现亚米加三的补充剂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体力是20% 好的 那第四个工具就是我们的Creatine Creatine叫做肌酸 很明显的肌肉酸 Creatine是一种的蛋白质 那这个是最主要的 是帮助我们健康的肌肉 那因为肌酸是能够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健康 以及平衡我们的身体 是康复维修肌肉的能力的 那当年纪长大的时候 你的肌酸的水平就会下降的 但是如果你吃得多些食物 是基酸多的 你可能未必足够 但是有些时候也需要吃些补充剂 但是要小心 因为很多维他命公司 或者健康店里面 也有很多叫你吃那些 一大桶一大桶 那些就是基酸的 那些大脊脑下用 那些基酸那些东西 其实这个未必是你所需要的 因为这些基酸的产品 它们很多时候有很多黄斗的蛋白质 而且有很多其他没有用的垃圾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强调 就不需要太多 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长者 是不需要太多 但是你找的时候 你记住看看标签 你记住不要找一些 黄斗的基酸的成分比较高的 好了 第五个就是氨基酸 我们知道氨基酸 其实就是蛋白质的基本单位 很多的绝长者 都在氨基酸的吸收 通常都是不足够的 远远不足够保护自己的肌肉 所以很多时候 有这样的产品出现了 对一些形象的人是很有用的 通常如果你开始用这些工具 五个岁以上的工具 你很快就会感觉到肌肉的增长 肌肉很快就会走出来 尤其是有些肌肉不足的人 我刚才说的 Sarcopenia 这种所谓病人肌肉不足的人 很快就会看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我知道氨基酸可以将瘦的肌肉增强 短短三个月已经见到的效果 如果你今天开始的时候 你记住 你就可以很快就会看到 还有一样东西 我要了解 就是我们荷尔蒙 其实男女也好 都需要卵巢素 卵巢素 卵巢素是帮助我们身体肌肉的力度 当然女性也需要 女性也需要男性的卵巢素 但当然 大家需要的分量是不同的 所以这方面 如果你找到一些医生 在这方面 研究这方面的方法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袁医生今天和我们 揭开了增强肌肉的秘密 原来不是一定要做运动 才可以增加肌肉 在食物方面都会有帮助 有五样食物我们要注意 第一样就是奶类食品 第二就是鸡蛋 第三就是鱼油 奥迷加三 第四就是基酸 第五就是按基酸 大家都可以吃多些这方面的食物 多谢今天袁医生的分享 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回诊 2577-3798 如果想找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